如何让你的孩子长得高又壮 影响一个小孩 身高灵素有几点 第一个遗传 第二个内分泌的疾病 第三营养不均衡 第四性早熟 都会让一个小孩子身材矮小 首先谈遗传 父母的身高 当然会决定小孩的身高 这是有公式的 男生是这样 女生是这样 但是这也有例外 举例来说 林书豪他爸爸妈妈身高都是168公分 按照这个公式来算 林书豪应该是181.5公分 但实际上 林书豪身高191公分 足足多了将近10公分 第二个内分泌疾病 这个部分就要请内分泌 或新陈代谢的专科医师 帮你检查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性早熟的小孩 女孩子太早出现月经 或者男性男孩子太早出现性针 都会使他的 古龄超前 生长版提早愈合 而导致长不高 对于这样的小孩 可以考虑施打性荷尔蒙的抑制药物 避免他的生长版过早避壳 第四 营养不均衡的小孩 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钙质 维他命D 要避免吃甜食跟油炸的东西 因为甜食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 第五个 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 可以帮助小孩长高 除了在饮食上要注意外 小孩应该多运动 特别是跳跃的运动 例如打篮球 跳绳 而且尽量在晚上10点前就寝 为什么 因为人体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的就是在就寝之后 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之间 在这个时间你如果能够熟睡就可以确保有足够的生长激素分泌 对长高就会有帮助 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